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近千家的股票是下跌的 那大家会认为说 甚至我听到有人讲说 这个行情感觉上好像跌200点一样 其实我不想吓唬大家 基本上我们要客观的来看 其实在两天前的礼拜一的行情当中 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我跟大家讲了 K线形态上面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 好 那为什么今天会开平 又开平走低 这叫平喔 几乎是开平走低喔 好 很多事情我们在事前的K线的形态里面 可以告诉你说 今天为什么出现一个黑棒 那礼拜一告诉你说 这一个黑K 这一根十字线 就是这个礼拜一 这个3月23号礼拜一 我说这个是一个黄昏之星 你必须留意礼拜二做确认 礼拜三再做确认 好 那什么叫黄昏之星呢 我在节目上有告诉大家说 如果当六年的高档 位置上面的时候出现 这个黄昏之星 说实话 股市里面并不常出现 很难找 并不常出现 但是呢 透过技术分店里面 如果它出现的这个情况的话 那你必须要非常的紧张一下 也就是说 这个黄昏之星在股市上涨的一个末端 来出现这一根十字线 本来是涨的 涨涨涨涨涨涨的一大段 那我们想说股市涨6年多 创6年多新高 创新高 好 那当然不能断定说 它是不是黄昏之星 需要隔一天做一个确认 隔一天如果是开平走低 那出现一个黑K 再隔一天又是出现一个 往下的趋势的话 那它就会形成这个K线形态 出现一个什么 叫做实质黄昏星 也就是黄昏之星 我们知道一天当中 日正中午太阳最大 好 斑外人的时候 来黄昏来了 也就是说太阳 整被下山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 白天即将结束的时候 当黄昏 太阳落入山下之后 海平面之下 那代表什么 迎接的就是一个黑夜的来临 晚上的来临 好 那股市也是一样 如果股市在相对的高档位置上面 它如果出现了一个叫黄昏之星 我们要非常客观 3月20号跟你说 如果隔一天 它出现一根黑K棒 开平走低 那它将会确认 那当然经过了两天的时间 有没有出现 有 好 那你说 你会问我说 那是不是就确定了呢 可以说60%可以确定了 好 60%可以确定了 它也回来回补这个缺口了 我说在这个高档 这里一个两个三个 它已经回补第三个了 未来下面还有两个 那第一个转折 它已经在这个黄昏之星的出现的时候 我这天有稍微跟大家提示 好 那是不是说就此就开始准备往下了呢 请听好 这只是第一个转折 未来还有第二个关键的转折点 那个关键的转折点是什么 也就是说 关键的转折点除了第一个相对高档出现之后 相对高档或者是最高点出现之后 其实有第二个关键的转折点 那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说 它除了第一个高点之外 它会出现第二个转折向下 更明确的一个转折 关键转折 那个关键转折也就是说 这个市场会开始 如果未来不管从哪里震荡一下 未来一个关键转折 你要提防那个关键的转折向下 这个点位 这个关键的第二转折点 那个点就是所谓的 我刚刚讲的 我昨天有跟你讲的 我这个演讲会叫居高思维 空带起跌点的那个 就是说跌起跌的开始 这个不是 这个还不是起跌开始 这个只是确认是高档 高档反转的话会在这里震一下 那真正要大跌 要开始进入阻杀的时候 会有一个关键的转折 那个关键的转折 所以请听好 有第二个关键的转折 那个关键的转折在哪里 你就要必须非常清楚了 非常清楚了 那到底要怎么知道 我先卖个关子 好来 3月19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其实它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认为资金派对 资金派还要继续 那但是呢 基本上我透过指标告诉你说 其实整个 不管是KD它是背离的 不管是RSI它也是背离的 不管是MACD它也是背离的 那你必须小心 因为上一次在这个9593 这个高点的时候 也是背离的情况 结果出现一波回档 那这次又来的时候 我3月19号提醒大家 那好 相对的 它现在回档的两天 这个指标整个都还是 背离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 基本上我在这个位置上 叫你保守 我在这个位置上保守 是有我的道理 跟我的原因 跟理由所在的 相对的 每一次的一个转折点 像3月20号 这个是周线 我也透过周线告诉你说 来了 这个关键的转折时间到了 21周 提防要转折下 因为从这个 8501反弹上来 21周的时间转折到了 好 转折到的时候 我透过了BIS 跟你说 小心啊 这个外离过大 而且有背离现象 好了 经过了三天的时间 这个行情出现了 好 出现了这个变化 所以说接下来 投资朋友 请听好了 你即将面临的是什么 你这六年来 再从股市 从低档涨上来 这六年来最关键的一个时刻 这股市涨到这个位置来 在这个位置上 你即将面临最关键的时刻 周KD的部分 也即将面临最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到底会往上走 还是真的要开始 如我们所预期的 要开始往下了 当然 股市当中 每一次来到相对高档 我一定会提醒大家 或许在过年 在应该从今年1月到现在 你或许会听到 我高副总告诉你说 要保守 这个地方 不要买股票 有舍才有得 这个地方 你很容易跳入陷阱当中 好 理由是 每一次20年当中 股市来到这个9400的位置 是上的时候 或许有一点 还有一点上涨空间 但是呢 你要去衡量的是 上涨的空间大 还是下跌的空间大 这一根就一年 创高后马上又跌了一年 创高后隔一年马上下跌 而且速度都非常快 所以来到9400的时候 你或许上面还有空间 但是啊 你的风险有多大 你赚的利润有多少 能有多少呢 所以每次来 这6年最关键的时候 我画了两条线 这个叫40004 上面叫9400 现在位置来到哪里 这个9400之上的这个位置上面 也就是6年来最关键的时刻到 这个是3955的位置 也就是40004以下的位置 当然这是月线 这个位置上面 这个位置 当然我不会叫你保守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你即将面临今年啊 最关键的那个时刻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见证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见证 那居高思维对你有什么帮助 当然有帮助啊 最近应该说这应该说过年前后 很多人会想要进去买股票 但是呢我就是提醒大家 虽然我是一个够 讲保守是一个够狼丸 但是呢我目的是希望保护到你 今天有些股票 表现并不好 表现并不好 来 这叫金电 好 如果你在过年前进去买 全部套了 全部套了 那如果你这阵子都没有进场 说实话你都不会套到 你真的不会套牢 你真的不会套牢 真的 你就算没进场 真的不会套牢 但是很多人希望说买那个低基期的 就会挑选这样的股票 因为认为说它已经从这个高档跌下来 要去买低基期的 好 但是呢往往仰套杀 就是这一些股票在弱势 有弱势的原因所在 所以每一次仰套杀三部曲 会不断的在股市当中 不断的重演 不断的上演 但是由谁 有几个人 能告诉你在高档的时候 必须全身而退 在高档的时候 必须顾及风险 在高档的时候 必须要有与市场不同的观点 跟从技术面看出端倪来的 这是今天的上演 今天的上演感觉上好像大盘跌 好像200点一样 是没有道理的 是因为很多的股票大跌 好 这阵子过年前后 你进去买 好 很多人就去追 你进去买没关系啊 好 结果呢 快速度的下跌 这四个月买进的人 全部都套牢了 那这是什么 就是要养套杀 很多人认为要买低基席 为什么 因为 它从这里跌下来 认为说应该跌够了 可以进去买了 结果就进去买了后 结果四个月 结果套牢了 所以不断的这行情里面 都会有养套杀的模式 一直在股市当中 不断的不断的重演 尤其是在相对高档 当然不止这些 很多的例子 很多人就会看到 应该有的人 也会用技术现影来看 没错 他认为这是趋势往多 没错 对啊 而且是低基级的股票 进去买 但是往往阻力又多 就是抓到大家心里 如果你看得懂 阻力也看得懂啊 如果散户看得懂 那阻力一定看得懂啊 好 两个在斗志 散户跟阻力要斗志 那谁要赚谁的钱啊 散户赚阻力的钱吗 有这么好康吗 基本上99%都是 阻力赚那个散户的钱吧 好 当这里出现 又多进去之后 结果就是杀 就是杀哦 但是相对的 很多人要买低基级 认为说这个基级往上 却忽略了它只有 它若是有它的道理存在 那跌升的就应该买吗 就应该买低基级的吗 那我们就准备看 它只是一个反弹的话 那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行情我一直强调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点的时候 来 我还是要强调 在这6年来最关键的时刻哦 好 再来 第二个转折关键值 转折点在哪 第一个在这里 第二个关键转折 也就是说那一个起跌点 那一个起跌点就是说 会加速度下跌的那个点在哪里 基本上我昨天有说到 我不常办演讲 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出去办演讲的机会 因为我一定会在关键的时刻出去 在关键的点位告诉大家 出去办演讲告诉大家说 在这个地方你应该面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就像上一次 在10月 在10月中的时候 好 那个低点 8501的附近低点的时候 我在10月的时候要出去办演讲 我说这个行情就会往上走 但是很多人都是应该看到跌 还没有涨 基本上是不相信的 但是技术面会领先告诉你 现在同样的技术面也会领先告诉你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基本上我在礼拜六 有一个演讲会 但是这是一个收费的演讲会 礼拜六上午在台北 礼拜六下午在高雄 这一场演讲会里面会告诉你什么 第一个 这个行情起跌点 第二个转折的关键点在哪里 好 再来 这一整年如果行情往下的时候 第一个落底点会在哪里 第一个初步的跌点满足点是在哪里 反弹到哪里 接下来还会下半年 还有一个往下的时候 真正的大买点会在哪里 基本上我相信 大家很想要先掌握大盘的一个高低档 那你就要特别把握这个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 不管你现在手上持股 是不是满党的或套牢的 或者是你有空单的 这阵子说实话 这阵子放空讨不到便宜 没错 但是呢 胜败乃兵家常事 有时候 有时候在这里稍作休息 但是真正的决战点在哪里 不可以放弃哦 真正的决战点就在接下来行情 这个位置上 当这个起跌点开始来的时候 你绝对要把你的精神 全部收回来资金准备好 在那个最关键的起跌点 要开始全力不空 到底在哪里 到底有哪些个股 会是空方举及的标的 都会在这场演讲会里面 告诉大家 但是呢 这是一场收费的演讲会 所以说等一下 如果你想参加的话 可以把握住广告中的电话 跟我们夫人做一个报名的动作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拥有 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 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顾 顾得投顾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 中文2007 大陆美国际家具馆 川际三出售 现正实施中 碧潭山水 在门外天天上映 新店捷运 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 将游艇变建筑 碧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双水欢 29131333 昨天 我有透过 我过去的经验 告诉大家 在上一次 来到股市相对高档位置 上面的一个时空环境 我看到很多当时的股票 我用群魔乱舞 来形容一些 特定的一些股票 这些股票是不是炒作 基本上后面的走势 就会告诉大家 所以我昨天有透过这个 告诉你说 在上一次9859 这个位置上面的时空环境 我看到一些现象 而且是我看到市场上 一些状况 我要提醒大家 唤起大家的一个记忆 所以我用了当时很多 不管是炒作 还是有人要出货的情况 提醒你说 当年华上炒上去 但是大家就忽略了大量 那个大量意义是什么 以及拉高报大量的意义是什么 当大家去追高 阻力在想什么 阻力利用大量的时候 拉高的时候 在诱使散户把货抛给谁呢 相对的结论 结果一定会告诉大家 它就是出货嘛 好 这叫华上 当时协议也一样 很飙 非常飙 结果呢 当大家都跳进去的时候 这个大量 你尤其要看这个大量 无台无地 忽然间爆出一个大量 你就要非常警觉 这个周转率 这个量是谁供应出来的 所以跟现在环境很像 现在环境 应该说这一阵子来 我都看到一些小型股 我现在跟你提的 都是当时的小型股 当时的环境也是 特定的人 特定的主力 去炒作小型股 那就拉高 拉高目的是什么 此地无银300两 当然是要赚钱嘛 赚谁的钱 主力要赚谁的钱 赚市场散户的钱嘛 赚市场的钱嘛 那结果他抛 谁接 当然答案很清楚了嘛 还有当时的环境一样 一个叫世纪 这个武三开头的 也是很飙 真的很飙 或许大家眼睛看他飙 但是这里都不会买 结果在这里 看到报道量进去买 结果套在高档 他就会形成仰套杀 所以每次在股市的 相对的高档位置上 绝对会形成三个步骤 一个叫仰 一个叫杀 一个叫仰 一定要涨起来 仰散户进来 当散户全部进来的时候 他就会让你套在这 快速度回档 但是他会 弹起来让你有希望 不会让你马上出场 结果就快速的杀 形成连环套 当时环境一样 这个叫上仰 上仰 标 仰 标 大家都买不到 当你买到的时候 当你都买到的时候 就代表散户都进来了 结果快速度让你套在这 他会弹起来一下 让你以为要解套 结果又杀下去 这就是标标准的仰 套杀三个步骤 我昨天讲完 其实现在就已经发生这些事情了 你想想这三个月什么股票很标 谁在推荐 来看一下 这叫希望 抱歉 叫旺系 打坐旺系 6223的旺系 有没有 很标 涨 再涨一段 好忽然间爆量了 爆量了 再抱一次 往上拉 好大家都进来了 就买在这个位置上面 好 他就会让你慢慢形成套的时候 再拉一次 你就会认为说 我有机会解套 甚至还往上 那你就不愿意买 结果呢 他就让你套在这里 这叫仰 套 真正的杀还没开始 真正的杀还没开始 这就是盘变的现象 这股票从八几块涨到130 不是很标吗 对啊 真的很标 大家在元月的时候 都希望能够有元月行情 对啊 有的股票就炒给你看 来 这叫隆达 一样嘛 涨上去报一个大量 好 黄环的涨 你不敢追 忽然间爆个大量 继续 冲上去的时候 大家看到黑影就开枪 进去追了 结果呢 仰套杀就在这不知不觉中 诞生了 他就让你套在这里 但是呢 又多完后 就是他 上个礼拜应该说 上个礼拜最热的股票是什么 他叫原相 为什么今天跌停 看好了 原相 我这次来 我都不跟你讲原相 是因为 基本上 如果你 来看一下 如果你看得懂的话 你绝对 不会去推荐原相 你看 仰 仰 到处来的时候 你看散户 这个叫隆之 散户就开始追了 好 好 当你买进去的时候 来 他这个黑鸡棒 爆料杀出 什么意思 他就让你套在这里的时候 往下杀 但是追高会怎么样 追高的结果 如果你买在这里 我还觉得OK 这里还OK 但是你买在这里 推荐的话 股市就是这样 现在股市就跟我当年 在9859附近 我当年看的很多现象 不管是投顾也好 不管是市场爆招 媒体也好 推荐的股票 炒作的股票 当时的手法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几个月 我就不推荐你买股票 因为我认为 基本上 我认为我在做对的事情 我不希望投资朋友 进去追股票 追在最高点 来 今天这个叫易光 跌停板 发生什么事 就是养套杀的情况 不断的在股市当中发生 有没有 涨涨涨涨涨 好 当大家都跳进去之后 它就一根长黑爆量杀出去 让你套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 最近为什么我一直提醒大家 保守 保守 不要买股票 因为我认为 基本上 来到相对高档位置上面 你买股票 你应该要去靠思维 所以现在 有很多问题存在 尤其在现在这个 六年来最关键的时刻 这是周线 六年来最关键的时刻 涨了这一波 这六年来 从底部395 涨到这个位置上面 最关键的时刻 就是现在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每一次转折我都会告诉你 当真的可以买股票 我也绝对会告诉你 在10月16号 10月17号的时候 当还没涨的时候 我一定事先告诉你 这个是我的证据 我不会空口说白话 我一定会留证据跟你讲 在节目上 你把这 10月17号的节目 调出来看 我绝对有讲这件事 而且 我在10月26号 出去办台北高 台北高雄演讲会 我绝对告诉大家 这个行情会涨 外资会买回来 但是来到了这个 涨上来的这个位置上面 又来到关键的时刻 我希望 能够帮助大家 这场演讲会 礼拜六的演讲会 上午台北 下午高雄 是一个收费的演讲会 来 我会给你一个 非常惊喜的东西 它能够帮助你在 今年的操作上 有所收获 如果想获利的话 它也是一套 让你在股市当中 今年的股市当中 如何赚钱的一个方法 甚至是有些股票 我也会跟你讲说 哪些股票 基本上我认为 它会有一个暴跌的情况 必须要避开 或者是往下操作 尤其是 如何去空在起铁点 我会告诉你 教你怎么空在起铁点 但是呢 这是一场收费的演讲 如果要报名的话 等一下可以把我 广告中的电话 跟我们服务人员 做一个报名的动作 大狂风来了 重车免搭档 免搭档住车 超大酒箱 平顺安稳 父母放心 大人开心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之前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得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得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实名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固得投顾 森田药庄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中文字幕提供